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回来了 这是谁啊 我怎么看着有点眼熟呢 别见 太无情了也不对 刚走没几天嘛不是 这咱们领导你真不认识 对 我再帮你隆重介绍一次 慈杂部主管 郑严 郑主管 瞧我这眼神 郑主管 刚才看走眼了 您别介意 郑主管一向宽宏大量 根本不会跟咱们这种人介意的 走吧 算了 算了 差不多就多了 雪这要用雪来还啊 太狠了吧 这 你这是干嘛 拉抽屉呢 又回安蒂克 老唐对我还不错啊 再说人家这会儿关键时刻 我不能闪了人家 做人要有良心 这不是你教我的 我不同意你再回安蒂克 我同意你保留你的意见 郑严都结婚了 你回去干什么 回去找不自在 你看我像找不自在的人嘛 谁怕谁还说不定呢 我告诉你 我绝对不允许你和一个有父之父混在一起 你干嘛那么大声啊 郑严背叛了你 难道你还不明白吗 孩子 这也不算什么气点吧 一江啊 你就听我一回 行不行 好吧 那来个二选一吧 回安蒂克还是回法国 你选吧 那就回法国 什么时候机票 我送你 你 你送我干嘛呀你 谁选的谁就去嘛 你选择去法国 我选择去睡觉 拜拜 王先生 您消消气 早点休息吧 我一定要让郑严付出代价 我对他不抱任何幻想 谁也别想欺负我的女儿 谁要敢欺负我的女儿 我就对谁不客气 那 怎么处理呢 既然易经要回安利克 没有别的办法 让郑严提前滚蛋 你回来了 我饭都送好了 快帮他吃吧 你怎么又不高兴了 没有啊 还说没有 都写在脸上了 可真的没有 有什么事 不能说给我听听吗 我没有 没有 你让我说什么呀 快快吃饭 黄一样回 他怎么这么快又回来了 你是怎么知道的 他有公司上班的 上班 他不是已经辞职了吗 回来呗 怎么了 他怎么又回来了 那我哪知道啊 人家的事 正言 要不你别干了 你辞职吧 累人呗 不为什么 就因为黄一江回来了 现在公司挺艰难的 我现在走了 这不是拆人家唐总的台吗 在你的心里 是不是所有的人都比我重要啊 你别急啊 你看你 行吧 那 行 我辞职 那 但是得等春拍以后 行吗 真的 真的 好 吃饭吗 对了 今天舅妈来了 舅妈来了 怎么了 他说让咱们别忘了 过几天是你母亲的忌日 让我们去扫墓 那去这儿 行了 行了 别喝了 喝这么多酒干什么呀 怎么了你这是 老葛给我打电话了 有什么不好吗 有什么好的 他追问我 那三百万是怎么回事 你说家里哪件东西 不值个几百万啊 在他眼里 我没有一件东西值钱呢 行了 你的心情我理解 这 赶紧喝酒吧 我也帮不了你省个忙 有你陪我喝酒 我就挺满足了 你正跟那家我喝酒吧 少喝点 是 他喝了好多酒 劝都劝不住 你别拦我 喝死算了 你别拦我 遵命 怎么不吼信息 你是不是也喝多了 谁给你发这么多短信啊 公司的头 通知我明天早上开会去 不相信啊 你看看我 我可不看 我一看应该说我讨厌了 看一下我手机怎么就讨厌了 你看看吧 要是真看的话 你肯定说我讨厌 不行 你今天必须看 要不然我看我必须讨厌你 快快快 看一眼 我不看 看一眼 我不看 就是 我在你面前我告诉你 完全透明 绝对没有隐私 是不是把你欢言巧语的话 编成一本书 就应该非常畅销吧 那可不行 我的甜言蜜语全都献给你 他们迷着眼 饿不 要不要吃宵夜 好 走 你家老葛那腿是不是风湿 这就是你要跟我说的事 我还以为是什么有意思的事呢 你让我把话说完 肯定有意思 不是吧 前一段时间我出去收获了 碰见了一个秀林的老中医 他呢还特别喜欢玩收藏 我就跟他交了一个朋友 这个人吧 就是专制各类风湿 特别有名 我当时就想到你这老葛 你啊 你还挺出人为乐的呀 怎么说你才好呢 不是 你老葛的腿真是有风湿的话 那就给他看一看呗 他这个风湿 可不是一般的毛贝 公看大夫就看了好多 然后去美国就去了 好几次探红头 是吗 我才不相信一个江湖狼种 会把他治好了吗 万一要是有效果呢 他不是就不用再老坐轮椅了吗 他要是不坐轮椅 我的行动能这么自由吗 都开始担心你的自由了 我跟你说 我有的是办法 但是谁让我有这个 助人为乐的坏毛病呢 是不是 真的 他到底哪天回来呀 明天 那 那过两天 我就和林大夫一块去你们家 给他看一看 你要是真把他治好了 他不定怎么感谢你呢 用不着谢 就想让他请我喝份大酒 他不喝酒 你不是不知道 是吗 对了 你去跟我说过一次 他有什么家族病史啊 对啊 有那么严重啊 当然了 他爷爷和他爸爸 五十岁的时候就失明了 所以他平常时候特别注意 地久不沾 真的 那是真得好好注意一下 你说他玩收藏啊 就全靠这双眼睛了 眼睛都要出问题的话 那真是要了命啊 你看 小鱼 走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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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待会儿想吃什么呀 随便 随便 行啊 那就看见什么好吃的吃什么 这家伙一天都没来上班 你说他不会辞职了吧 辞职 请了一天假嘛 陪他媳妇逛街去了 还挺贤惠 以前愣是没看出来 不知道了吧 这叫一物详一物 正言的客行那就是童大小姐 古董 去店那儿吧 什么店 我的古玩店啊 等会儿我 小雪 你们老板呢 他就替他人收货了 你说他人收哪门子货呢 是啊 您和颜德都好久没有来了 老板呢 他只好自己上手了 方念 你们先坐 我给你们倒茶去 你别忙活了 这什么古玩店 这不就是一个古玩店 这工艺品店嘛 你看看这都什么呀 这都 你让老郑张了什么呀 这早晚关门啊 别胡说八道了 怎么胡说八道 你看看 你看看 快看 好嘞 好嘞 小雪 你忙你的去吧 好嘞 你看看看 这什么东西啊 你看看这豆子 你再看这个 这能卖过这个豆 你懂不懂啊 怎么呢 这不挺好吗 这什么人啊 你不接电话呀 哎呦 你这这么大的地儿怎么找啊 你说你 还非得找他不可 站住你这个骗子 站住 抓住他 站住 站住你这个骗子 抓住他 站住 郑叔叔吧 怎么办啊 啊 追啊 你 你往那边 我从那边追 站住 你给我站住 站住 在那边啊 站住 你个枪复杂地 你让男人 大总 给 吴江 飞机好炸啊 大总 你小混蛋 啊 你血管爆了才好呢 今儿是天要灭你 我看你往那儿跑 你把北青黄给我你 你们怎么回事你 你到这干嘛呀你 你走啊你 慢慢慢慢慢 慢慢慢慢 哎呀 呵呵 哎呀 哎呀 疼吗 哎呀疼 哎呀头晕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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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小子有同伙 这这本砖 就是从这儿砸上去的 不是 干他们这件事的人 通常是都有拖 那个 好几个人不奇怪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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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能弄成这样的 哎呀 哎呀 你怎么办 消息给我打电话 哎呀 我看看快 哎呀 没事没事 我又不是没挨过本砖 那个我 我给您换奖施毛巾 哎 谢谢谢谢 哎 郑远 这事没跟你舅妈说吧 你可千万别说 这事能瞒得了吗 哎呀 我不是说我这事 我是说那个大头流那 那那那茬儿 行了行了我知道了 能够拿到 大叔 没什么事 没什么事 我先走了啊 哎呀别走啊 正好你们俩都在这儿 我跟你们报报仗 啊 回头再说吧 哎呀 等等等等 哎呀这 你看 这可怎么行啊 你们一个出国 啊 一个结婚 这样下去这店可怎么办啊 大叔 我这不是回来了吗 你以后要收获跟着我去 千万别一个人去了 哎哎哎 你看 黄老师回来就好了 我是盼星星盼月亮 总算盼你盼回来了 红军 红军盼回来了 好 我们该吃饭吧 待会儿来看电影吧 大叔 我先走了 哎哎 走啊 哎 哎哎 张言 你是不是跟黄老师闹别扭了 他怎么对你大大不利呢 不知道 哎 是不是和海生谈恋爱呢 你倒说话 我不知道 哎呀 哎呀 他们俩是一块儿吃饭 一块儿看电影 这不是谈恋爱是什么 真是 行了 你看这店跑 我到后面躺会儿去 喝 海生我告诉你 什么东西啊 都没有吃得好 我永远不会惹你生气 知道吗 吃赶紧的 没错 那你也就别再生正言的气了 来 喝一口 别跟我提这个人啊 对 咱们不提的 那我也得叨叨你两句 你别不爱听啊 你看看你爸爸 他那办公室多气派那小浓 你再瞧瞧你开这小店 你满世界逃货去 咱就不说了 那店里摆的全都是假货 对不对啊 你这事要传出去 有失身份 真的 你怎么那么在意身份 我不是在意身份 我这 我这不就怕 怕你被人瞧不起吗 谁瞧不起我呀 瞧不起我的人 那都是狗眼看人低 知道吗 自己不瞧不起自己就行了呗 也对 也对 反正呢 你要是觉得对的事 你 你就干 我都支持你 这个吃这个 吃这个对 真的 电话 那个我妈又来电话了 没准跟我爸又吵架了 那个我劝一下他们 你先吃 喂 你怎么不接电话呀 我在公司开会呢 得到停盘的 你在哪儿啊 我在外边呢 你有空吗 咱们俩一块吃饭 老葛不是回来了吗 他约别人去吃饭了 所以我就出来了 那个 我应该不能陪你吃饭了 你自己吃吧 我这还得 还得一会儿呢 那行吧 那你忙吧 对了 那个 林大夫我已经帮你约好了 改天我们俩一块去你们家 行 那我就不跟你多说了 嗯 拜拜 来 没事吧 没事 没吵架他们 我妈就是叫我回家吃饭 你回去吧 不用陪我 什么呢 我跟他说了都已经 我说我陪我女朋友 就一块儿吃 嗯 嗯 哎呀 我也活不了多久了 少则几年 多则十几年 没有多长时间了 到时候 我来陪你 啊 过去都是我不好 让你受了那么多委屈 等我死了以后 我就埋在你旁边 你打我 骂我 我不会发脾气 老朱 时间差不多了 该走了 不过来 走最锏了 要不要干活了 işi 走吧 妈妈 我们来看你 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我已经结婚了 这是你那儿媳妇 妈妈 正爷你干嘛 快扔了吗 快脏的 珠博琴啊 唯一一点的还就是爱喝酒 前天喝得晕乎乎的 我想那些慈禧 跟她喝酒有关系 真言 真言 真言你上哪儿啊 hab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朱博群 你是朱博群 我出来 谁啊你 朱博群 你看着我 你看着我 我是你儿子 谁是儿子 郑怀英是我妈 我刚才就是给他锁目呢 那你找事儿 李宗盛 朱博 我没事儿 你在哪儿呢 等着我 我去接你 好了 发生什么事情了 上车 你怎么弄成这样 别担心了 回家再跟你说 上车 你到底怎么弄的呀 你为什么不说话呀 我今天看到我父亲 你父亲 对 那个墓地里喝醉酒的人 就是他 你从来没有见过你的父亲 你是怎么认出他来的 我见过他的照片 照片 等我啊 等我啊 他就是我父亲 今天的目的 那个喝醉的人 肯定就是他 你这个盒子 和这些东西 是从哪儿来的 这是我爸留给我妈的 我 我最近才找到 你爸爸的名字叫朱伯琪 对 他就是 害死你爸的那个 朱伯琪 朱伯 就是 朱伯琪的高法 你爸就是被一件 朱伯琪害死的 这你知道的 怎么会这样 对不起 你记得我曾经跟你说 说隐瞒了一件事 以后再告诉你 你说的就是这件事 对 如果今天不发生这些事情 你是不是要一直隐瞒下去 永远不告诉我 不是 我在等待一个机会 什么机会 我想 找到朱伯琪 找出所有的主方 我对师父 对你 对所有的人 有一个交代 朱伯琪 别太难过了 这些事情跟你都没关系 你都不知道 我不怪你 喂 黄先生 我是郑妍 抱歉 这么晚打扰你 你有什么事 我有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想告诉你 我看到朱伯琪了 你说什么 在公墓林园 在公墓林园 你怎么认识他 我有他的照片 我知道 黄先生 你现在对我很反感 也许我不该打这个电话 但是我还是忍不住 想告诉你 你对不起我的女儿 我确实很反感你 不过 我还是要感谢你 把这件事情告诉了我 我通过朋友打听到 那辆车是属于银帽集团 我当时听着耳熟 仔细一想 是张老的公司 你的意思是 朱伯琪在老张的手上 对 我跟你说实话 朱伯琪是我父亲 我 基本上已经猜到了 你给我密集的时候 我就似乎有点感觉 你和朱伯琪的关系 有点不同寻常 只是 你可能想不到 你的师父 是被你父亲给害死的 真是 造化弄人呐 老张这个事 怎么看 我觉得有两种可能 一 是他和张老合作 二 是他被张老控制 但是不管是哪种可能 目的只有住房 从粉彩大屏 到将军大官 再到后来的天球屏 我怀疑都是出自张老之手 现在已经有三件了 我不知道还会出现多少件 你下一步怎么打算 我持不准 所以 我找您商量一下 想听听我的意见吗 您说 我基本上同意你的判断 但是我要告诫你 你要谨慎行事 否则你会有危险 我倒是没什么可怕的 就是现在没有办法 找到朱伯琪 你先沉一沉 我也帮你 打听打听 等有了消息 再行动也不迟 合计什么呢 有人进来了都没看见 易江 你回来了 我在跟郑妍说点事 爸 你跟这人聊得挺热乎 前两天你对的还咬牙切齿的呢 今天怎么聊得跟铁哥们似的 易江 你说话有点礼貌 您是在训我吗 不管怎么说郑妍是客人 你应该讲你的礼貌 什么客人呢 我不欢迎这样的客人 我先告诉他 咱们回头再说 还回头再说 你是怎么回事 我跟你说 郑妍来找我是有很要紧的事情 能有多要紧啊 郑妍看到朱伯琴了 他看见死人了 朱伯琴没死 见鬼了 他在哪儿见到朱伯琴了 昨天他去给他的母亲扫墓 在墓地看到朱伯琴了 他去追没有追上 被人家给打了 他是想让你帮他 找朱伯琴 对啊 你答应他了 我是答应他了 干吗去啊 干吗去啊 哎 一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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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能跟你谈谈吗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 你不就是想说对不起吗 对啊 还对呢 对什么对啊 连句话都听不明白 我知道 一句道歉的话 不能让人解脱 知道就好 我明白了 那我先走了 你去哪儿啊 回公司 好 这还有东西给你 法国有一家医院 那里有全欧洲 最好的心脏专科 这是那家医院的资料 我已经跟最好的专家 咨询过了 丽恩的病可以治好 你带他去看病吧 具体的事我都联系好了 我没想到会是 正好 给你想到了 就不是我了 谢谢 还有 从今天开始 我们就划清界限 我不会跟你多说一句废话 现在我还不能走 老唐对我不错 春拍一晚我立马就撤 估计用不了多久 我们再也不会见面了 你忙吧 我走了 黄先生 张老来了 张老 找我有什么事儿呢 彼得 朱伯勤还有个儿子你知道吗 有个儿子 我不知道 他的儿子就是郑严 郑严 这 这怎么可能呢 前两天 朱伯勤提出 要给王妻扫墓 为了诈服他的情绪 我就同意了 结果 在墓地碰上一个人 他不光认出了朱伯勤 还说是他的儿子 手下人跟我说了他的长相 我觉得很像郑严 而且朱伯勤的王妻旧姓政 那当时朱伯勤是什么反应 他不相信自己还有这么个儿子 就是嘛 朱伯勤从来没说起过他有儿子 郑严能认出朱房 我肯定跟这个有关系 您有什么想法 一开始我有点慌 可仔细一下 这未必是件坏事 郑严没办法呢 他郑严就自己找上了 你是想用郑严要挟朱伯勤 难道这不是一张好牌吗 这不仅是一张好牌 是一张王牌 李德 这件事情还得你来办 你会有办法叫他相信 我有什么办法 这件事情你想推也推不了了 朱伯勤点名要见你 点名要见我 他一定是有话要跟你说 好了 我走了 你决定哪天去告诉我一下 黄先生 郑严这张牌原来是钻在我的手上 现在被他给抢去了 朱伯勤想见您 肯定是想问郑严的事 是啊 到时候您怎么说呀 实话实说 实话实说 对 朱伯勤是我的朋友 我不会骗他 以前不会 现在更不会 郑严 我回来了 来来来 坐下来 什么事啊 给你 这是什么 这个是 法国一家 心脏专科医院的资料 全欧洲最好的 你怎么有这个的 怎么了 没怎么呀 这黄一江给我的 他不是刚从法国回来吗 我不去 为什么呀 不为什么 我就是不去 这不是赌气的事 不去也得去 没有人跟你赌气 我不去 我宁死也不去 你 你 等 你去哪儿 你干嘛 你放大我 你去哪儿啊 你根本不爱我 你心里只有他 你胡说什么呀 谁跟你胡说了 我不要你可怜我 我告诉你 这不是一期用事的时候 为什么又是他 为什么又是他 你到底什么时候 才能跟他 彻底端结关系啊 我走了 去哪儿了 放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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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告诉我去哪儿 我去职业班 我今天晚上不回来了 我今天晚上不回来了 阿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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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一瓶 好的 颜哥 颜哥 预家你 颜哥喝多了 赶快过来吧 领哥 领佳 爸 领佳 领佳 这么晚了去哪儿啊 我一朋友喝多了 让我去接他 送他回家 什么朋友 一特铁的朋友 那我让刘场开车送你去吧 不用了 这么晚了 我接完他我就回来了 这外边下着雨呢 没事 这点雨算什么呀 你听话不话 我去让刘场开车送你 行行行你去吧我等着去吧好 好 等着啊 留床 你是不是那神奇的传说 杨之鱼的气质水梦幻流白 梦成的往事 藏着美丽的面容 恍惚隔世 不知何朝何待 谁有灰燕 谁有灰燕 谁能把你打开 谁知道团工的霓裳 圆青花的光彩 大人佩蓬经历 谁懂得明誓的寂寞 情识的謙 谁知道大江都oster 封化金r 百年相约,千年相见 言不将你唱停歪 江山风雨多少情 红尘滚滚谁最爱 百年相约千年相见 言不讲一场庭外 江山风雨多少情 红尘滚滚谁最爱 谁能看清雾影重重 花为谁开